美国一位名叫达朗·温德尔的长跑爱好者 今年1月1号曾发起了一项惊人的挑战 力争用100天的时间跑步横跨美国的东西海岸 当地时间4月10号 这名执着的跑男终于成功抵达美国纽约市的时报广场 成功完成了总距离5472公里的疯狂旅程 迎接他的是妻子的拥抱和纽约市民众的家道欢迎 今年1月1号 达朗·温德尔从美国西海岸加州的圣莫尼卡市出发 计划横跨美国 以此为埃塞俄比亚的缺水地区募集善款 这100天来 他每天平均需要跑48公里 相当于一天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 为此他甚至跑坏了30双跑鞋 不过他的撞举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很短的时间内便募集到了足够的善款